我们结婚17年来 他从来没有跟我在一起 过过一个春节 一个三十晚上都没有过 他应该工作特别忙 这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然后就走 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 就不在家住 要寻茶要寻室 要到处去转转 我给他买的衣服 好一点的衬衫啊什么的 他都没有时间穿 他穿的鞋都是运动鞋 好裤子也没有机会穿 他说他每天都要下村 又上山 又攀山越岭了 他说活身脏呵呵的 穿那些衣服 没有办法爬山 没有办法走路 他这个人也不讲究 不讲吃不讲春 他这一辈子太累了 我希望他未来 在另一个世界 能过得幸福快乐一点 所以我看到他 当时躺在黑衣馆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终于可以休息了